国庆没出远门 计划在重庆周边逛逛的宝子们 鱼胖分享一处静云三下 9月30日开业 有百年历史的柏林村王家院子 这个国庆节鱼胖用最土的方式 在香野春游 我相信重庆很多博主都还没来过这里 每拍打卡围炉煮茶 当地蔬果现灾现产 觉得太闹 书吧和软装吧躲着看看书 看累了 在重庆最土的咖啡吧里 生活苟且来杯拉铁 人家虽然土 但是很有设计感 它整个市面都是那种土墙 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 做了一个很艺术的空间 中秋国庆双节 有园游会 灯迷投壶DIY 小朋友玩的还是多 每周二至周日会有久违的爸爸演 马上要开席了 鱼胖清肠后 除了菜品少了点 味道还是得好 这是穿剧装吗 哇 漂亮漂亮 新店开业老板也大方 六娃善心两不五 我看行 鱼胖在这个院子里面 闲逛了一下午做一个打卡的分享 整个场景很适合那种深细打卡 他们的运营方沟通了一下 他们这里未来提供一个 城市周边的微度假的空间 常规的周末两天找不到去处 冬天围炉煮茶夏天来摸螃蟹 第二块的话就是沿学 他们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沿学空间 结合场地的一些自然资源 比如说可以摘草莓啊 爬骨子啊 捉鱼啊 各种啊 带着孩子玩一天 玩了一天以后 有专门的课堂 进行室内教学的一个产品 也刚好符合鱼胖 现在在深耕的这个赛道 鱼胖最近也在不断地看这种资源 大家觉得这个场地如何 有心动吗 如果说大家对城市周边的沿学感兴趣 也可以进鱼胖的粉丝群 鱼胖只要开课 就会第一时间在我的粉丝群里面 分享课程 关注鱼胖 让你对重庆研学更有想象